一年一度的传统新春佳节即将来临 柔斯密市政府再次联合美国英龙传媒 共同举办新春园游会 庆祝美国华人和亚裔社会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主办单位英龙传媒公司 于1月10日星期四在柔斯密市政府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本次活动将于2013年1月26日星期六 在柔斯密市繁华地段 基于St. Gabriel Bluart与Delma Avenue之间的原汽车拍卖场盛大举行 英龙传媒总裁苏彦涛 柔斯密市长Sandra Armander 副市长劳朱嘉怡与全体市议员 以及活动赞助单位麦当劳代表 加州公民反司法滥用联合会 南加州负责人Marian Maloney与UFC健身中心经理Mike Greer等人联媒 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英龙传媒公司总裁苏彦涛表示 在亚裔传统的春节期间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 旨在促进社区和谐 增进各族裔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今年是我们第四年和柔斯密市政府一起合办新春园游会 那么今年的话呢 跟网联一样 我们还是会在柔斯密这边的最大的一块商业建立上面 来做一个新春的园游会 全天呢 我们会有超过一百多个的表演的团体 来自各个族裔 给我们华人一起来庆祝传统的新春佳节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会在现场呢 会有超过一百多个的摊位 有吃有玩 希望呢 借助这样的一个传统新年 不仅把我们新年的吉祥的这个气氛 带给我们各个族裔 同时呢 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中华文化 能够传递出去